學生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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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了這個概念之後 後來我們就再進一步去問說 如果這個孩子對不同的事情 他有不同的歸因方式的話 他是不是在 決定要去做什麼的時候 他就會有不同的 成就目標 所以我們剛剛說我們第一個要談外顯行為 第二個要談歸因 第三個我們就要談成就目標 好 那我們談成就目標 其實已經從 剛剛的 Mastery Orientation 跟Helpless Orientation的小孩的行為上 以及他們在 做挑戰作業 Thinking Out Loud 就是把他們心裡的話都講出來的過程裡面 其實你已經可以看到了 好 那我們會發現這些 Mastery Oriented的小孩呢 他們其實 會給的這個 Goal 我們會叫他 Learning Goal 或是叫他 Mastery Goal 意思就是說 當他在做一個作業的時候 其實他的目標是我要學習 我覺得我的學習 就能夠改善我自己目前的狀況 所以我就是要把這件事情學會 那因為他想要把這件事情學會 學好 所以我們又叫他 Mastery Goal 因為他想要謹熟 所以這個是 如果說是 Mastery Orientation 的小孩 他在 外顯的行為上面 你看到他的興奮 你看到他 不畏艱難 他覺得每一個挫折都是一個新的線索 其實他就會有這樣的特色 他就是想要 他心裡想的 我為什麼要做這個作業 其實他心裡想的是說 我想要學得更好 我想要克服困難 我想要達成目標 然後另外一種小孩呢 我們就叫他 Performance Goal 所謂 Performance Goal 所謂的表現目標 或者是我們有時候 把它翻成展現目標 翻成展現目標的意思 就是說 我想要顯示出來 我這個人是厲害的 我要顯示出來 我這個人是有能力的 我要顯示出來 我沒有比別人差 我比別人都強 所以他其實 他只是要展示出自己的能力出來 但是他其實並不重視 他到底學會了什麼 或是他能不能克服困難 他就要展示他自己比別人強 這是所謂的 Performance Goal 可是呢 我們再去深究呢 我們就可以發現說 其實有這些 Goal 的小孩 有這些外顯行為的小孩 有這些歸因的小孩 他們其實是有不同的 內在的一個心理的歷程 那我們叫他 人的內影理論 那我們來解釋一下這些名詞 Caro Dweck 他早期開始 慢慢的從外顯行為到歸因到目標以後 他慢慢的去想說 人的內在到底是怎麼想 這個 Achievement 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用了一個說法 叫做 Implicit Theory of Intelligence 就是我們對人的智力 到底是固定的 還是會進步的這件事情 可能有不同的想法 但是他其實非常內應 並不會在我們平常的生活當中表現出來 所以你要用特別的測量 去問他特別的問題 孩子們或者是成人 才會把他對於智力這件事情的看法 他的 Mindset 後來 Carol Dweck 用了這個字 他在心裡的 Mindset 才會把他真的突顯出來 但是你平常看到的可能只是行為 或者是目標而已 那他所謂的 Mindset 他就說呢 當一個人他如果覺得 他的能力其實是可以進步的 就是說我的智力 我的能力是可以改變的 可以是往前走的 那這種人叫做 Growth Mindset 那這種人叫做 Growth Mindset 同時也有人 就是他早期的 是叫他 Incremental Theory Theory 因為我們這邊講說內應理論是 Implicit Theory of Intelligence 所以他就覺得說 這種人就覺得說 Intelligence 人的智力 人的能力 人的智力是可以增進的 所以我們叫他智力增進觀 Incremental Theory 或者是叫他是一種成長型的 Mindset 另外一種人呢 相反的我們叫他 Fixed Mindset Fixed 當然就是固定的 不會改變的 不會動的 叫做 Fixed 那我們就叫他所謂的 Entity Theory 所以 Entity 是本質的意思 所以我們可以說 Entity Theory 是能力的本質觀 我的能力就是這樣 我的本質就是這樣 我不可能進步 我就是維持在一個 這樣的狀況之下 無法改變 可是增進觀 的意思 就是你的智力 是可以往前走的 你的能力是可以往前進步的 好 那就有這兩種不同的人 那你需要去特別去測量 才會測量的到 因為平常 當他在 比如說完成作業的時候 他是不會真的 把他自己 心裡有這樣的概念 表現出來的 這些研究者 他們如何把 內影智力理論 跟他們過去 談的所謂的目標 或者是行為 或者是歸因 連在一起呢 他們就說了 說當你的內影裡面 覺得你自己是一個 增進觀的時候 或者是一個本質觀的時候 當你的confidence level 當你遇到一個作業挑戰 而這個作業挑戰 其實是簡單的 意思就是說 你的confidence level 你的信心指數 是高的時候 你自己覺得 你其實很可以做這個作業 那這個時候呢 你的 implicit theory 你的 mindset 並不會影響 你怎麼樣 在外表現 因為反正你的 信心指數很高 你覺得這個作業 你是可以完成的 所以你如果是能力增進觀 或是所謂的 growth mindset 的時候呢 你會用一個 mastery goal 的角度 去完成 你可以去克服它 那 如果你是一個 fixed mindset 的時候 也由於你的 信心指數很高 是你在你的那個 能力範圍之內 可以完成的 所以他的外顯行為 也看起來是一個mastery goal 然後他也是會把它做得很好 然後他也是 在歸因上面 覺得是我的能力 是可以達成的 然後他的行為上 可能也是一個mastery oriented 可是當初 像我們剛剛說的那個 EARB 什麼等等的 那個最早的那個認知挑戰 對小朋友來說 可能小月四年級的孩子來說 就是一個未知的情形 他可能以前從來都沒有玩過 這樣一個有趣的 但是新鮮的 很奇特的挑戰 所以對他來說 可能那個壓力是比較大的 是他無法確知 他是不是真的可以完成的 所以這個狀況底下 就是他的信心指數是低的 那如果信心指數是低的時候 你的內營理論 你的mindset的個別差異 就會在這個時候顯現在你的行為上了 我們會發現那些被我們 測量到已經是所謂的能力增進觀的孩子 他們甚至是在confidence level很低 就是作業比較難 他沒有辦法確定自己的作業 成績能夠好的時候 他仍然會使用learning goal 或者是mastery goal 以及一些mastery orientation的行為 可是如果這個孩子是本質觀 他覺得他的能力是無法進步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這些孩子 他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說 我要確定我自己有所謂的展現目標 而且你就會發現說 他後面就會有一些 比較不適應的成就表現的行為 比如說他會在乎 在乎是不是比別人差 他就會想到別人 在乎自己是不是比較不行 沒有能力等等 所以他的展現目標 這個時候也並不一定是 展現他自己有能力 因為他已經覺得自己沒能力了 對不對 所以他那時候展現的那個performance goal 不只是performance approach 所謂的performance approach 就是展現趨近目標 趨近 那意思就是說 我要像我剛剛講的展現出 我自己是個很有能力的人 我是比別人強的人 可是這個時候有所謂的 performance avoidance goal 就是想盡辦法要展現 就是回避目標 那這個展現回避目標其實解釋起來比較困難 他的意思是說 我希望我不要表現得比別人差 就是我的動機是說 我要想個辦法 展現出來我其實並沒有比別人差 但是他的目標 不是往好的地方去學習 或者是往好的地方去 成就自己的這個 能夠把這件事情做好 而是說我就是想要比別人差 因為很擔心 比別人差這件事情 好 那這樣的一個說法 怎麼樣跟self handicapping behavior 扯上關係呢 因為我們剛剛開始 一開始就開始講 self handicapping 那這個時候我就要解釋 另外一個概念了 這個概念呢 叫做 compensatory concept 這個compensatory concept 所謂的互補概念 其實是指的是能力與努力互補的概念 我先從能力與努力的互補概念談起 然後我們回到這些東西 就是剛剛談的這些目標 然後最後我們再來解釋 為什麼self handicapping behavior 會發生 好 我來問你們一個問題 如果有兩個小孩 比如說小明跟小華 今天要考數學 小明在前幾天 一共花了兩個小時的時間 去準備數學 小華花了十個小時的時間 去準備數學 然後小明跟小華呢 最後都考了90分 請問小明比較聰明還是小華比較聰明 小明比較聰明 因為小明花的時間比較少 對不對 所以這是什麼 這是一個能力努力互補概念 就是如果你能力強的人 你的努力就比較少 然後可以達到同樣的效果 如果你能力比較差的人 那你就要花比較多的努力 你才能夠達到這個效果 對不對 這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看法 大部分的成人都有 小朋友大概從五六年級以後 慢慢就發展出了 所謂的能力努力互補概念 這個之前還沒有 過去已經有學者 就是做過很多研究 所以你有了這個能力努力互補概念 你就會知道說 你如果沒有真的努力的話 那其實你的表現不好 你就不會受到質疑 你的成就是 反應了你的能力 如果說 我今天花了十個小時 我們不講小話 但是如果我今天花了十個小時 二十個小時 三十個小時 然後我去面對一個考試 結果我還是考得很爛 跟那些沒念書的人一樣爛 那對你的打擊會不會很大 從能力努力互補概念的角度上來看 就是那些沒念書的人 因為他沒有做多少努力 所以他努力跟能力加在一起 如果他成就很低的話 其實大家會搞不清楚 到底是因為他能力差 所以他考壞 還是因為他沒有努力 沒有念書所以考壞 可是一旦 但如果你花了很多很多時間 卻仍然考得很糟的話 那你是不是就展現出來 你的能力是比較差的 所以每個人都有 就是到了大以後 到了我們就是國中以後 大部分的孩子 都會有這個能力努力互補了 但是問題是說 能力努力互補給你的就是說 如果你碰到一個很難的工作 而你就故意不去做它 你說考前我生病了 考前朋友失戀了 我要花很多很多的時間去安慰他 所以我沒有時間念書 考前的時候我很餓 所以我就是家裡 我必須要做很多吃的 我就是很餓 或是我剛好睡過頭了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底下 因為你沒有真的努力 所以這個時候你 因為沒有真的努力 所以你考出來的成績 它不能夠真正反應你的能力 因為你是沒有努力造成的 所以呢 它給了你一個很好的藉口 這個很好的藉口就是說 如果我的成績展現出來很差的話 我就不會 我的能力就不會展現在大家面前 受到大家的質疑 因為我連基本的努力都沒做 那我的失敗就不是我努力的 那個limit 就不會顯現出來 好 所以呢從這樣的說法來說 很多孩子他們在 這個情境裡面 就是我們的教育環境裡面 不論是在台灣 或者是在不同的國家裡面 都有同樣的情形 就是很多孩子到了一定的 那個學業年限之後 他就開始知道 如果我很努力了 卻沒有辦法考得好的話 那是不是表示 我已經把我那個 competence 的最後的limit 最後的那個最高的界線 都展現在大家面前了 我從此以後就變成了一個 那個沒有辦法 在 我就變成了一個 我沒有辦法 在別人面前 呈現我是一個厲害的人 的那個形象 就完全破滅了 因為我已經把我的limit 展現出來 我已經告訴人家 我已經這麼努力了 我還是做不到 那是不是我就是這麼一點了 我就從此以後 就是這樣一個人了 所以大家都很怕這件事情 因為大家很怕這件事情 所以他不但是不敢面對別人 也不敢面對自己 你如果不想讓別人知道的話 那些人可能就是說 明明自己念了很多 但是會在同學面前說 啊我都沒念 對不對 你一定在從小成長的過程中 碰過這種人 就是他明明後來考得很好 可是他卻說啊我都沒念 那我們過去都覺得說這種人 很炸 就是如果做多的話 會人緣很不好 覺得他都在騙人 他都在故意 故意故弄懸虛 好像對這個成績這麼在乎 然後故意說自己沒念 他其實念很多 那其實是什麼樣 他其實可能也是一種 能力本質觀的表現 他生怕他有一個誤差 就算他念了很多 可是他要是有一個誤差 剛好沒考好 那不是他就要把他的能力 展現在別人面前了嗎 他是無法忍受的 那因為他的能力本質觀 才讓他要騙人家說 我都沒念 可是有些人不但騙別人 還要騙自己 就是他很怕他自己去了解到 他自己的能力的那個limit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連他自己都要騙自己 去不要去努力 這樣的話他才能夠 不容易去面對他 這個考出來的結果 是他自己的能力的極限的這件事情 那當然你說考前不努力 是不是只有這樣一個原因 是self handicapping 是因為fixed mindset 所造成的呢 其實也不盡然 那我們之前 已經在談氣質的時候 已經談過了所謂的activation control 跟inhibitory control 所謂的抑制控制 跟啟動控制 如果你記得我們在談氣質的時候 就會說 抑制控制的孩子是 他知道在某個情境裡面 去抑制做他 在那個情境裡面 不該做的事 比如說你現在該念書了 可是別人找你出去玩 你會抑制住自己 不要去做那些 讓你分心的事情 那還有一種啟動控制 也是就是說 在你應該要做某些事情的時候 你真的會啟動你的動機 去真的開始去做那件事 就像有小孩 雖然有抑制控制 就是說別人找他出去玩 他不會出去玩 但是他在家也不念書 那就是他的啟動控制有問題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當然你在考前不去念書 你的self handicapping 你在家裡去翻冰箱什麼 也可能是你的啟動控制出了問題 但是如果你從內心 從你的心底去自我反省的話 你也可以去看看 是不是因為你的本質觀 你的fixed mindset 而造成你在考前 在遇到挑戰的時候 會時除不前 可能還是有一些內在心理的機制 是造成的結果 不用風格 但是每天說 我可以讀一句 你送你這個問題 不快 那些事實際上